你 你是不是傻呀 他都背叛了你你还要救他 她是我未婚的妻子 一起长大的妹妹 即便做错了事有一线圣机 我又如何能补救 还真是兄妹情深 负唱负随 难道你忘了 我也是你妹妹 为何你总是瞧不上我 不 我从来没有瞧不上你 从来没有 你真的是阿兰车 不是别人对吗 我只是替你觉得不值 眼下 解决那只虎要紧 解决 东华 当年与你的那场大战 我留下了一丝元神红气 没想到居然出现在阿兰惹之梦里 真是天主我也 小白 坚持住 待我收回这红气 就是我冲破这结界之势 东华 我这就去会会你 按例 菊诺免除死罪 但死罪寄托 活罪难逃 即刻罚出宗室便为庶民 永远不得再入王都 谢夫君不杀侦 沈夜 沈官长 你身任监察之职 却因私情搅乱刑场 训司至此 有辱圣植 本君当向九重天回禀 将你逐出齐南神宫 便为一介庶民 永远不得再入王都 是 阿兰惹 你身为公主 居然光天化日之下 大闹刑场 成何体统 判 罚凤司过一个月 回夫君 回母后 阿兰惹不计浅嫌 为舅姐姐 勇斗白鹅虎 非但得不到两位称赞 反而还被罚了俸禄 也罢 女儿认了 关于沈官长 女儿有一事尚未来得及禀告 何事 前几日 希泽大人 前来同我说过 想要请沈官长大人 帮忙打造一柄长箭 等到九重天先使来骨之时 好带给天上的太子殿下 做生辰礼 希泽大人 可有此事 不错 确有此事 既如此 就让沈夜以戴罪之身 入阿兰惹府铸剑 剑位成 不得出府 剑铸城 即刻离都 谢夫君 是 阿兰惹府 表哥 对不起 是我连累了你 我不是为了救你 我是为了自己 阿兰惹 虽以帮沈君大人致剑为由 将表哥留在府中 但却让表哥 受此囚禁待遇 失去自由之身 都怪我 是我愧对表哥 你走吧 好好活着 表哥 好 好 好 殿下 成了 你该谢我 他若不是阿兰惹 为何竟做了和当初一样的选择 他若是 为何今日竟然会受如此严重的伤 还有希泽大人 他何时也会来做这种热闹了 他怎么了 此事 是你让他上去的 这是阿兰惹的选择 但不该是小白的选择 都是你告诉他的 我先带他走 好